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嗨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想和大家分享一道菜 这道菜我是用王花鱼的桶椒 我就买回来的时候是干的 然后我就把它用水蒸汁放在冰箱里面 放了两天 刚好它现在就很远了 然后我就想用桶椒里面放猪肉饼 然后我就去市场买了黑毛猪的Ground pot 我就买了两个 然后我等一会就用这些材料 还有就是那个姜水 还有这个Garlet 还有这个红葱头 然后还有这个Mushroom 就是那个冬菇 还有我用一些就是 这个就是萝卜干 因为加一点萝卜干 比较香 比较香还比较脆 还有这个木耳 然后我就把自己 一样的材料放在一起 然后做给大家看好不好 OK 现在我就把这个冬菇把它切好 把它切碎 你也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吃的材料 自己也可以这样做 我就喜欢用这些材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现在就把它打开 好 现在所有的材料做好了 现在我就加这个调味料 这个就是无胶盐 这个就是无胶盐 OK 好 Fish sauce 这个是蚝油 放入鱼 两汤匙就行了 2汤匙就行了 这个是糖 这个是酱 这个是咸 就是酱 我刚刚就加了一个鸡蛋 然后就不用加这个粉 那个生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加一个鸡蛋 没有生粉 它可以把那个肉团在一起 等于会出出来 就比较好感比较好吧 应该差不多了 好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 那个统椒的水煎干净 没有水里面了 没有水呢 我现在就把这个 调好猪肉饼放在里面 好 好我已经把这个肉饼都放进这个桶椒里面 已经做好了 看这边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后面了 这个是前面了 然后我就准备把它煮熟 然后放这个鲍鱼 那就鲍鱼 花椒 菜 好准备煮 好我现在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窝里面 我在下面呢 放一个红萝卜 为什么呢 因为它消焦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下面 然后就把它摆在这样子 摆好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 那个水已经烧好了 这个水烧好以后 我就把它倒下去 然后就把这个鲍鱼 这个鲍鱼 因为我把这个鲍鱼和那个鲍鱼汁下去以后呢 它那个有鲍鱼的味道 那就花椒鲍鱼嘛 好开火 然后慢火等它 焖大概半个小时吧 熟了以后再收给大家看 好这道菜啦就做好了 哇你看那个颜色蛮不错的 闻起来都很香 看周围看一下 这个鲍鱼花椒菜做好了 我知道大家工作得很忙 在这么忙碌的时间里面 有时间抽一天 或者是抽几个小时来 做菜给家里的人一块享受 也是非常幸福的 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在这里 如果你喜欢 可以订阅、订阅 谢谢